大家好,欢迎来到程庄收入美,我是程庄老师 我今天是在费城出差 现在是在Temple University 中国翻译生叫Temp大学 这是它的校园 刚下过雨,这还有彩虹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校园的样子 后面是它的图书馆 到美国留学,不只有彭校、斯坦福 其实美国各类的学校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我最近也经常旅行 在洛杉矶给大家介绍了 有洛杉矶地区的六类不同的学校 那么我这次在费城将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费城这个地区的有三类可圈可点的学校 那么第一类大家很了解的 常青藤宾夕法尼亚大学 第二类是就业非常强排名一班 但是这个一班也是100名左右的 就是我现在所在的Temple大学 还有一所学校叫Drexell大学 德雷塞尔大学 我在两年前来费城的时候 曾经给大家讲过这个Drexell大学 第三类就是在费城附近 有好几所非常小而美的文理学院和小型的学院 那么我讲第三类的学校 会给大家来讲学校之间的 跨校选课、跨校联盟这些方面 那么我现在既然在Temple大学 我就先讲讲Temple大学和Drexell这一类大学的特点 Temple大学是一个公立的大学 Drexell大学是个私立大学 它在最初都是以做职业发展培养为它最初的目标的 Temple大学是1884建立的 它现在有35000学生 那么它在建立的最初就是以职业教育为主的学校 那么另外一个Drexell它是1891年建立的 不仅是一开始以职业教育为主 而且它是美国最先开展的这种co-op 就是合作教育这样的项目的学校 所以这两所学校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是综合性的中大型的大学 都有好几万的学生 科系非常齐全 他们从工学院、商学院、医学院、物理学院、教育学院全有 那么再有一个大的特点就是 他们全都是非常非常以就业为主 就业导向的这样的学校 就是它最开始的基因 它就不是科研或者是拿诺本奖 它的最开始就是接收平民百姓 让他们能够学习艺术、工程、科学 能够找到他们的专业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这些学校自然它的就业就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来美国读书千万不要说 我只认识什么前20什么藤校 其他的学校就不存在 不是的 美国有世界上最好的一批学校 你像什么宾大、哥大、康奈尔、斯坦福 确实在世界的排名前面大学是非常多的 但是还有一批非常强的 也是非常好的这种就业基因 就业导向的学校 其实我觉得大多数的同学更适合去这些学校 他们录取又没有那么难 学费也没有那么高 学业又相对比较容易 而且这些学校都有大量的就业传统和就业的资源 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是要在美国学成才上岸 其实是可以考虑像天埔大学 或者是Draxel大学这样的学校 那我下一个视频会来讲一下宾大 哇好 这个彩虹已经变成双彩虹了 今天可能会给大家带来好的运气 好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 也能帮到你的同学朋友 适应和家人 可以分享给他们 可能你这次分享就能改变他们的留学道路 甚至人生轨迹 我是陈尔老师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